歡迎收看部落收看董宅 記得訂閱喔 今天呢 要來第一次看剪好的真心香腸室 來了 因為我們戴耳機嘛 所以真心話在當天是聽不到的 要看播出才聽得到 對 所以說現在這個RUN 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時候最真實的樣子 好害羞的喔 可是他們已經上了是不是 對他們先上我們後上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來 嗨大家好我是董仔 我是一名YouTuber演員 播的時候還沒滿35歲 跟我的未婚夫海莉在一起 七年準備賣入第八年 是不是肉底褲 沒有啦 應該是口供是一致的 大家好我是海莉 董仔的未婚夫 今年三十四 看起來臭老 但比董仔小一歲 目前跟董仔一起經營她的YouTube頻道 畢竟超新的 我打完肉毒那個眼睛好丟喔 對啊 可是我最近那個東西來得很快 哪個東西 情緒 我覺得你們這邊應該就是可以放肆 因為那時候我帶陰生去拍她 演的第一部偶像劇 叫我和我的十七歲 但因為通常我很會記工作人員的臉 可是因為我沒有個女生 我怎麼已經紅成這樣 眼睛 你那時候說音樂很感人的 喔對對對 你怎麼哭成這樣 為什麼有什麼好哭的 喔因為那個音樂啊 對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唉唉唉 胖胖 我哪有胖啊 還沒有整形顯得她 在那邊跑來跑去啊走 很胖欸 我覺得這個女生也太 很胖欸 我覺得這個女生也太 很胖欸 那也是胖 她就看著我 我也看著她 沒有來電欸 只是覺得 沒有來電 她認真的時候有點可愛 可愛 控制 帥帥瘦瘦皮皮的 覺得好有形喔 這個男的怎麼 有點像我爸 有點像吳白老師 被火箭撞到 怎麼你這時候還在哭我 我也不知道欸 我們先 有性行為 也沒有說決定要不要在一起 可以這樣講 也沒說 但你有問 我那時候有點逃避 因為我覺得那個關係 不是很穩的 你還記得我問喔 你怎麼 太多力了 我喜歡你的點是那個 家暴習慣了 現在打都沒有收力了 她是我第三個嘛 然後 前兩段的 感情就 不太順利 可是都是交往很久 然後我有遇過一些 很不錯的女生 然後我發現你 你內心是很渴望被照顧的 所以你會一直用一種 我好像必須得很認真 才可以被看見的這種出發點 去做事情 甚至去談戀愛 那我覺得這樣的你有點辛苦 我覺得 我想要讓你不要那麼辛苦 所以我就很願意的 把一些我身上的枷鎖 或者是一些工作啊 甚至一些時間都拿來配合你 這樣子你就不會那麼累或那麼辛苦 我們兩個就是一個凸 一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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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會講 求婚的那一刻 我就覺得 就是你了 雖然說 在那個 你問我願不願意嫁給你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有想過 是你嗎 不是你嗎 是你嗎 不是你嗎 就是我覺得 因為你可以借助我的負面情緒 你可以很明白我 在工作時候的樣子 在私底下時候的樣子 面對我家人時候的樣子 我可以很自然的 做我自己的任何時候 你都能接受 所以我覺得 那個相處的模式 是我很喜歡的 可能也因為 你也在哭這裡也在哭 因為在一起很久嘛 就覺得 好像 真的沒有人可以像你一樣 是處處為我著想 我就覺得 是你了 當然啊 你還在我們公司當美術嗎 這個故事 因為在我們公司當美術的時候 會要載著美術助理一起上下道具啊 回公司啊什麼的 為了一個助理跟我大吵 然後我就發現 他當下的那個態度讓我很不舒服 我就拒絕跟他溝通 因為我害怕我等一下要講出來的話 會傷害到你 所以我選擇逃避 選擇關起門來 但我發現 跟你在一起呢 認識越久 越甜啦 是因為你 我才覺得 我不想要再跟其他人 那有啼沒有啦 有啦 你只想跟我一個人玩啦 對啊 聽到了嗎 這題我想很久 不行耶 哇你爆哭耶 可以消失耶 這題是什麼 都被我消失了 對 你腦海裡在想什麼 太難受了 想到我數掉這樣子 對 不能比我先消失耶 對 我先消失了 比較輕鬆 因為我覺得 我想玩的人不見了 玩什麼啦 但我以後不知道要跟誰一起玩 對 就好像沒有人跟我一起玩 對 對 我好像只在乎玩這件事情 但我有點 不是那個玩 是因為 一起共享人生的那個玩 就是 有玩你真的這種感覺 一起體驗 喜悟哀樂 或者是 大起大落啊 任何的 anytime 任何的時光 你不可以從我生命中離開 這樣子就 沒有人陪我 講幹話 如果你消失的話 我不會把貓咪剪指甲 哈哈哈哈哈哈 到底是我在幫你剪單磅啊 你好像有跟我講過 哈哈哈哈 哭屁啊 我只是先走而已 你待會也要來見我啦 這幾年你好好的玩啊 好好的去做你想做的 下輩子還有機會的話 不要太晚啦 有點遇到太晚了 啊我先走了耶 你要開心一點喔 掰掰 哈哈哈哈 謝謝你出現在我的生命裡 為我做的一切 我的講什麼 你就嘻嘻嘻嘻嘻 很大很大 你啊 可愛啦 知道我吃軟不吃硬 我齁 很幸運可以在 剛好這個時候 遇到你 嗯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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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鱁鱁鱁鱉 嘻嘻嘻呸 我覺得我很難得去點找他們 我們說的話都有搭 我的幸運真的很強 所以 所以該做的還是要做好了 真的你知道嗎 謝謝你對我的照顧 因為我說過嘛 我們就是一個to一個out 就變成一個愛心了 我愛你 我也愛你 我恨你 我愛你 我恨你 我愛你 我恨你 愛你 親你 要親幾萬一下 這麼愛親喔 我那整齊都是衛生紙 沒明明都是衛生紙 你還是一樣覺得自己不man嗎 不man啊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 不會啊 我覺得你想出來的話 我很有感覺 而且你說什麼 我就在你後面那張照片哪有啊 有啦 這邊有一個環節 是我們當時在湘潭市 是沒有做的 因為我們內容太豐富了 我們在自己的頻道自己做 就是我們要準備 當時對方送給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禮物 重要的禮物 我先好不好 好 我先 你還記得這是什麼嗎 化妝筆 對 但是我跟你講 錄影當天海莉是不記得的 我不記得我有送這個呢 我印象啦 第一個禮物 扎扎實實是第一個 我真的忘記了 你還要講吧 我是不是 怎樣 等一下一咬就開始了 你知道嗎 沒有 來 手錶 到底為什麼意義那麼重大 其實我也想不到其他的 哈哈哈 來 進一位 我就覺得這支錶是第一個嘛 比較貴重嘛 感覺上啦 我也滿喜歡的 這應該也不是什麼名牌什麼的吧 你當時明明就說 因為你原本不過生日 然後呢我們那時候還在曖昧的說 我是第一個記得你生日送你禮物的人 這麼有意義的故事 你剛剛一個字都沒有說出來 我現在就告訴你 滿了七年的禮物 這一支 是公關表 我沒有花到錢 讓你們知道了吧 我老娘沒有在花錢送人家禮物的啦 哈哈哈哈 你居然記那麼久 哈哈哈哈 算你衰啦 然後當時海莉 因為那時候還沒在一起啊 然後她就PO文 PO一個手錶 手錶盒這樣子 然後我還特地解除 發現我的相簿裡面 然後按愛心 那些三八隻的 我看完喔 我真的是覺得 又再哭一遍 而且我覺得我們兩個 滿會說話的 我們真的是說話滿有藝術的 滿有藝術的耶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故事 可以讓一些 在感情裡面遇到挫折的人 有一些可能啟發 對 或者是給你們一些想像 嗯 講真心話這件事情 真的需要一點勇氣啊 你怕丟臉 所以你沒勇氣說出口 嗯 但其實說出口以後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也不會怎麼樣 反而會帶來更大的火花啊 我以前比較害怕去講一些真心話 我現在不會 我覺得在面對 悲傷或是生氣的情緒的時候 譬如說情侶在吵架 你會有悲傷跟生氣對不對 你可以把你的感受說出來 我現在真的很生氣 然後我感受到很難過 而不是 你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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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先把我說出來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溝通的方式跟模式 看完我們這裡的頻道之後 然後也去真心相談室那邊去看我們 完整版的 對對方說的真心話 對 我們兩位一樣會繼續 散播幸福 散播愛 散播歡樂給大家 嗯 記得追蹤我們的IG 然後每支影片都要看過分享 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拜拜 太好聽了 我都還沒講 太好聽了 太好聽了 我還沒分享 認過的事情耶 我還沒分享 怎麼那麼有feel 太好聽了